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针对可能这个网站去了解一下 其实城市你把它改一下 我发现要蛮多同学常常问到像一些股市的网站 或者是说一些银行的网站都要下拉 然后才能够产生新的 其实你把城市改一下 改动不用改太多 不过我发现还是要公立 有的会改一下马上改 但是不会改的好像怎么改都改错 其实也没有很多地方 第一个当然你需要知道什么 我这边里面我还要把它截图 因为我要知道有一个叫什么 station看 就我要知道说我要抓的东西 里面我要怎么把它抓到比较简单 除了你可以用table 不过现在这个里面的东西不是table 而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叫select select就是下拉清单 那个叫select select里面会有个所谓的name跟id 如果你有写过网页的话 或者是动态网页的话 你会对这比较清楚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写过网页 甚至没有写过动态网页的话 对这个可能了解会比较不太够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想要对这些 比如网页的技术了解的话 甚至可以学一学像php php有没有还是要先做前面的网页 你才能够再去把后续的资料放在网页里面 所以这个都有相关联系 那你想说这个为什么会知道 其实因为我有其他的经验 把两者经验结合在一起 就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所以我要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东西的名称 那大概有一些简单的诀窍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这些诀窍都不是书里面讲的 而且好像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像我要找他 那我怎么知道他的名称 我习惯是在他的前面 或在他的后面选一个范围 因为这个没办法选到 我按右键 交个一招 检查 这个就很好用了 为什么 因为一检查之后 我马上就知道 他这个东西在原石码里面的位置在哪里 不然的话你总不可能按F12 然后慢慢的慢慢看 F12叫你从头看到我 你可能看到眼睛都凸出来 你还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不过我建议你没事 可以玩玩看这里面的东西 跟他好好多相处 久了之后你就会对他辽若指掌 但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我的习惯慢慢找 太浪费时间了 你就是要找他 你就选他前面东西 按个右键 检查一下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跳到哪里 跳到他城市所在的位置 帮你移到这边来 所以他跟你讲说 你的东西在一个TD TD的一个row里面 所以你可以前面有个三条形 这个时候表示收折 你可以把它打开 他有没有展开就按他前面这个 按一下他就展开了 有没有 收折 展开 机关都在里面 OK 所以你要先熟记这个了 你熟了之后 以后怎么抓 爱怎么抓就怎么抓 看得到的资料都抓了下来 第二个呢 里面找到一个什么呢 他的select name 叫这个 OK 那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抓这里面的资料的话 你也可以用他的ID 所以里面通常 只要是网页元件的话 都一定会有他的ID 就跟我们设计表单一样 表单不是都会 都会 我们用name 一般是用ID或name 那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什么 用那个get element by ID 找到什么呢 select country 然后呢 里面的东西 我就可以全部找到了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测站这边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你可以选他一下 按右键 检查一下 这边又出来 点开来 这边有个测站 就是这几个字 点开来 他有个ID 就station 所以我就先知道 我有两个ID 我知道了 那我就get element by ID 然后就分别怎样 把他这两个资料 分别抓过来 所以程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基本上 我们的程式 就是 刚刚看到的这个 我刚刚把它放到 大乐透下载这边 测站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 我们基本上 有一个叫get element by tag name 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用刚刚的方法 去把资料给抓到的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网址给他 create一个IE 然后给他网址 这个前面都一样 我怎么知道 总共有几个项目 当然你可以用算的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 用他的vex去抓 我可以用 抓到tag里面的option 总共有几个option的长度 那这边当然我会知道说 他这个县市里面总共有几个 几个tag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东西 分别把它抓出来 底下我刚刚 这边有 get element by id 有没有 station 那如果说我要让他可以被执行那个change的事件的话 这里必须要再create一个什么 create一个event 事件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html event 就是在网页里面可以发生那个动作 那可能你去针对那个官方的资料里面可以找到 他有很多的event的名称 包含change 包含click 比如说那个按钮要点一下 你就把它改成click 然后再来的话呢 最后让他执行的话 这边有一个 这个方法可以让他整个执行 他就会帮你change 那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全部的东西都被下载下来为止 ok 那有些细节的话 如果对这个城市有兴趣同学 可以再把这部分再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细节部分没有办法讲得太清楚 那剩下来的话呢 待会请各位再开启我们另外一个单元 最后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重要的 在我们的那个范例档里面 那待会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工作表相关 有关那个工作表 怎么样把它批示 自存为工作部 比如说呢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像这边有问题07 那问题07里面 一般同学可能常常遇到就是说 这边总共有可能这么多的班级 可能有12个班级 那12个班级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一下子一键完 一键按下我希望能够自动帮我批示的存成什么 存成一个一个的ecel的活页部 所谓的活页部就是一个个档案 那以前的做法你可能需要什么 这边按右键 按右键然后把它复制 移动或复制 你这边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复制 那复制的话呢 当然它有一个所谓的建立副本 它另外上方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新活页部 其实这边 那你可能就是新活页部按一下 然后存档按一下存档 那可能如果12个班级 你就要存12次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像这些12个班级 里面有12班的导师 你不可能把所有其他班级的资料 都寄给每个老师看 这样会有隐私的问题 所以你可能需要 假设你需要一键按下去 去自动帮你分成12个档案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我希望一键按下去呢 输出了嘛 可是将来资料回来的 每个班级的导师成绩都打完了 他可能又需要什么 合并回来 所以之前有同意说 老师我们常常遇到 每天都需要把这些工作表分割 分割完之后又把它合并 因为合并你要上层到校长好了 或者教务主任 他应该全部可以看到吗 你不分那么多档给他 他觉得说你在干嘛 找我麻烦吗 他每个每个档打开 他会想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合并起来给我 所以这一题的话 主要是能够怎么样 一能够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帮我做完这些事情 批次的分割 分割的话 之前是分割工作表里面的东西 变一个一个工作表 现在是一个一个分割成工作部 请各位接下来 在开启问题07的部分 稍微看一下这一题的逻辑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批次的把这些档案 就是一个档案分成12个档案